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我是凯文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已经实现了AI对象的很多个体行为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这节课我们就来实现它 这个行为叫做躲避障碍行为 它非常有用 在游戏开发过程中,大家一定不希望我们设计的AI对象在移动过程中将自己撞在树上或石头上吧 为了避免这种傻傻的事情发生,就需要用到躲避障碍行为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行为的具体效果 我这里做了一个场景 为了让大家看了清楚,我在场景里面放了几个球体 用它们来模拟障碍物,运行起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怪物在向主角移动的时候 当检测到它的正前方有障碍物可能会与自己发生碰撞时 这个障碍物会变成红色 并且怪物会绕开这个障碍物,朝主角的位置移动 这就是我们的避开障碍行为 那这节课我们先来实现这个行为 其实这个行为很简单 先停掉项目 先停掉项目 然后打开我们上节课的项目 创建一个CS文件 好了,打开这个文件 先继承 然后我们来写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检索距离 我们给它一个检索值 这个参数大家可以认为是AI对象能够看见自己前面 多远的碰撞对象 我们先给它一个初始值 接下来是一个避免碰撞的操控力 这个我们给它一个初始值 这个操控力就是 当对象检索到可能会发生的碰撞时 操控对象离开碰撞体的力 接下来是一个碰撞列表 为了快速实现这个行为 我们就不去写自动检索碰撞对象的方法了 我们这里就麻烦一点 手动给它添加碰撞对象 这里我们先写这三个参数 然后还是初始一下积累的参数 这些都是我们要用的 接着来写具体的实现方法 这里还要用到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我们的AI对象 能看到前方多远的碰撞物体 主要靠它来实现 然后我们再来声明一个 需要返回的控制力 给它一个出始值 这里我们来获取AI对象的速度向量 速度向量代表了AI角色的前进方向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速度向量来计算AI角色的实现范围 然后我们将这个速度向量规范化一下 现在来检测AI对象的正前方是否有物体 这里我们写一个判断语句 然后向前投射一条射线 从AI对象的位置 方向就是AI对象的 还有距离 如果这条射线有碰到物体 那么就表示在AI对象的正前方 有一个碰撞体 可能会与它发生碰撞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改变AI对象的位置 去避免发生碰撞 这里我们给个临时变量 然后再计算为了避免碰撞所需要的操控力 然后 忽略掉 歪走 这里为了验证我们的算法是否成功 我们还是将可能会碰撞的物体的颜色改为红色 如果可能会与射线发生碰撞 然后把它的颜色改掉 当没有发生碰撞的时候 将颜色改回来 这边也是 没有碰撞的时候将所有的颜色都改为白色 那么 我认为了解说 有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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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将计算得到的操控力返回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避开障碍行为 还是一样的我们去验证一下这个行为的算法是否正确 将Unity场景打开 在场景里面添加几个球体 在场景里面添加几个球体代表我们的碰撞物体 在这里我们需要在球体上面还要添加一个组件 钢体 并将它的物理效果打开 好了我们将球体多复制几份 然后随意的设置一下它的位置 好了位置我调整完了 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将障碍物的碰撞体改的稍微大一点 不然的话当AI对象产生控制力的时候 会离碰撞物体很近 所以列表的长度为10 再将这些障碍物都放进去 好了现在我们的设置都已经弄好了 来我们来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怪物在向角色移动的时候 然后当发现前方有障碍物 它就会向一边偏移 这就是我们的避开障碍行为 这个行为非常的简单 但是大家在实际开发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它的检索距离不应该设得太大 因为如果设得很大的话 它的检索距离很远 这样它离障碍物还很远的时候 它就已经在偏移了 但是偏移之后 它又返回到原来的路径 然后又检索到障碍物 它又偏移 这样看起来 AI对象的行为就会变得很奇怪 明明自己的前面没有障碍物 可是它在不断的躲避 还有就是要注意 躲避障碍物的操控力 这个利也不能设得太大 太大的话 AI对象会出现快速转向的这种情况 会显得很不真实 这两个参数大家都可以下来设定不同的值 来验证一下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 大家下来还是去实现一次这个行为 这样大家会对里面的参数 以及行为的实现方式和算法 有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就是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